9月22日消费者委员会举行记者会 确认9月20日消委会电脑系统遭黑客入侵 近八成系统遭到破坏 消委会指 黑客声称从电脑系统盗取内部资料 包括员工客户及投诉人等数据 还有其他内部记录 要求交50万美元 约390万港币赎金 消费者委员会总干事黄凤贤指 现时很难追查外泄资料 可能要等到被撕票时才了解哪些资料被外泄 此外消委会强调绝不会交赎金 以报警及向私营专员公署备案 正与专家调查被盗资料的覆盖范围 提醒相关人士提高警觉 第一就是员工 前员工和他的家属 以及空缺申请者的资料 例如是身份证号码 住址 出生日期和履历等等 第二是选择月刊 我们选择月刊的订购户的资料 当中包括大概8000名 曾经向消委会提供过信用卡资料的订户 第三是消费投诉人士的资料 然而因为投诉处理系统是一个独立运作的系统 经检查后确定运作是大致正常的 第四是本会合作的果本 保存的资料包括公司地址 电话 电邮 部分全有手机的号码 这已经是香港近两个月以来 第二次严重的信息泄漏事件 早前数码港电脑系统遭黑客入侵 超过400GB的数据被盗取 消委会告诉记者 目前暂不清楚此次事件 与数码港信息泄漏事件是否有关联 若有进一步的消息 会通过不同渠道及时公布 快来订阅通识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